來 首先要請到的是羅文聰老師 請 翔影現在在唱歌 跟以前真的是大大的不同 我先不討論這個歌型 先考論你唱歌的功力 我覺得比以前好多了 包括以前聽你唱歌 走得比較內斂 比較小平 現在唱歌比較大氣 放的部分以比例來講 比以前進步很多 咬字我覺得也比以前進步很多 只是這個歌 因為這個歌到後面 感覺好像只要聽好幾次 才會慢慢進入這個歌的情境 所以在比賽場合 這樣的旋律來講的話 比較不討喜 未來如果再挑戰台語的話 選歌方面再思考一下 因為你包包你很夠 還有更多的選擇 加油 謝謝老師 丁曉雯老師請 好 翔影 最近一直都在挑戰台語歌 我覺得這個精神是相當可配的 然後你的台語歌 也的確在進步 那今天這個歌其實 它應該是要台語再進階一點 才能夠游刃有餘 它其實不是那麼制式的結構 所以你一定要抓準它的愧靠 它的語氣跟它的律動感 所以我覺得翔影 畢竟可能這個語言不是你的 那麼熟悉的母語 但是畢竟就是 今天要成為一個好的歌手 成為一個專業的歌手 你真的要明白一個歌曲音樂 它的旋律起伏 它的結構為什麼要這樣走 雖然以你以前從來沒有唱過台語歌的狀況 你已經很棒了 但總希望你能夠趕快進步 給我們家蓁造成一點威脅 好 翔影 我們對你是有期望的 希望你繼續進步努力 加油 謝謝老師 謝翔影上週唱出90分 並列第二名 本週唱T隊 到底能獲得幾分呢 評審請給分 這幾週都選用台語歌 來迎戰的謝翔影 這週可以帶來幾分呢 89.2 點3 點4 點5 小數點跑得非常地快哦 點7 點7 點8 點8 還有沒有 點9 89.9 還有沒有 89.9分 謝謝老師 是 好 接下來請稍微休息一下 是的 謝謝 熱情掌聲 歡迎我們的衛冥者 蔡佳蓁